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的损失是相当的 作物对高温逆境的反应比较明显的是在叶片部位 包括叶片的叶绿饼跟机制方面 作物唯一可以利用的硅形式叫做氢氧化硅 大家常听到的二氧化硅原则上作物是没有办法利用的 氢氧化硅在水环境下会水解成硅元素和氢氧跟离子 补充硅肥后的作物在叶片组织的水势 气孔的传导性 叶片的气体交换 根叶表面的蜡质 都优于胃处理组 这些是硅在叶片上物理性的改进 硅元素处理过的作物 会让高温逆境带来的叶片电解质渗漏更少 细胞壁的渗漏代表细胞壁破损跟死亡 所以叶片就无法保留一些多糖体来背抗逆境 所以硅肥是一种逆境元素 也是一种保卫元素 这是普遍上给予硅肥的定位 过去在硅肥研究的总结非常的多 这边以番茄作为例子 番茄在高温逆境 也就是43摄氏度6个小时的情况下 研究发现 它启动了很多的基因 包括抗氧化的基因 热修克基因 热硬肌的基因 它们调控的情况都是上调的 也就是加速它们的表现 以促进这些基因产物的生成 来保护作物免受到高温伤害 当然 一些基因也有下调的表现 包括ABA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脱落酸 因为脱落酸的ABA是跟老化有关的 所以在番茄遇到高温逆境时 ABA的生合成是受抑制的 这张图是说明高等植物摄取硅肥的方式 左边图片里 硅肥可以从页面去喷洒 或者是从土壤去补充 透过土壤给的话 硅在吸收的过程中 会启动两个基因的表现 叫做硅传输子 这个硅传输的蛋白质基因会过量表达 增加硅从根系被吸收到植物体内 硅对于作物高温逆境的效益 可以从图片的最上面的角质层来看起 页表有所谓的硅化细胞在细胞壁 等于在细胞壁外 上了一层的保护层 对阳光有一部分的反射的作用 也增加了细胞膜的稳定度 这个是对高温的效益 如果说从病虫害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 脚质层再继续往下的话 透过脚质层渗透进来的热 硅元素也会启动第二层的保护机制 就是在提升叶片里面的凯文式循环 凯文式循环是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名称 这个反应里面相关基因的表达 会刺激光合作用的效能 第三层 灰会增加细胞通透性和水分平衡 因为水分对于细胞的死亡 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电解质的渗漏 就跟第四点是一样的 因为电解质包括多糖体 眼泪就是调节植物细胞膜通透性的重要物质 如果电解质流失就会造成细胞的死亡 所以第三跟第四点是一样的 第五点是从基因的角度 归提高了热硬机基因的表现 跟第六点是一样的 它增加ROS解毒基因的表现 我们前面有提过ROS 它是植物遇到逆境时产生的自由基 ROS的出现就会去攻击正常的细胞 造成它们的死亡 所以归肥的应用 能够让植物增加对ROS的解毒 最后一个就是维持体内离子的平衡 所以归肥也是一种具有协调性的元素 所以我们从上面看下来 基本上归对于作物 尤其是叶片 除了物理性的保护之外 从生物和化学的角度来说 它也做了很多防卫和协调的功能 这边简单总结 归提高了作物很多相关基因的表达 包括抗氧化的酵素 像SOD、CAT、POD 这些都是对抗自由基很重要的酵素 植物就免受热氧化的伤害 除了提高基因的表达 归也会减少一些老化基因的表达 包括脱落酸跟水洋酸基因的表达 减缓细胞膜老化 保护它们的完整度 所以归肥除了有营养功能 它含有最重要的保卫元素 从研究的角度 研究者对归本身是主动角色 还是互动角色的说法还不一致 意思就是说 归是主动产生这些效果 还是归进到细胞之后 跟其他的蛋白质或生化物质 来做互动之后才产生的效果 研究者比较想要去了解归式的一些直接的作用 还是间接的一个效果 未来 针对抗高温逆境的基因转直奏物研究方面 也会聚焦在这个归转院子的基因群上面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